北京实践今天凌晨,在法国为四分之一决赛中,巴黎三比零完胜地容,昂首竞技班决赛。 这场比赛,无论场面上还是数字上,巴黎都牢牢占据优势。 巴黎的控球率高达65%,摄政次数是客队的二倍,并且在上半场就凭借迪玛利亚连进两球,基本锁定胜局。 第七分钟,巴黎取得梦话开局,德拉克斯勒中圈内,送出完美的直塞,迪玛利亚左侧接球形成单刀,面对出击的门向,天使在景区线附近选择一记轻巧的挑射,皮球落入球门。 第28分钟,迪玛利亚左侧突破后送出船中,但皮球被地容后外滑踩解围,幸运的是,皮球又落到迪玛利亚脚下,这回天使选择小角度射门,皮球阴伤入榜。 下半场莫尼耶进球,巴黎三比零地容,昂首竞技法国杯半决赛。 有意思的是,本场比赛巴黎头号射手姆巴泰坐在体股席上。 主教练图赫尔的意思显然是,如果巴黎打不开局面,姆巴佩在下半场就替补登场。 但本场比赛上半场巴黎就2比0领先了,姆巴佩也就不用上场了。 确实,面对地容,有一个迪玛利亚就够了。 不仅如此,打进第三球之后,巴黎已经稳操胜阙,图赫尔前后巴晓得,天使都会下场休息。 显然,巴黎已经为一周后欧冠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流利了。 虽然首回合2比0克胜巴黎,但上赛季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游文和黄马的主科场游士的颠倒,令巴黎仍不敢大意。 姆巴佩 替补没出场,主要就是被战欧冠的。 虽然之前巴黎还有一场各战卡昂的法架比赛,但卡昂是一支处于降级区的球队,目前积分和地容一样。 姆巴佩今晨没出场,估计令巴黎的欧冠对手曼联也有些害怕。 加之之前巴黎人报报道,卡尔尼有望出战下中中,与曼联的欧冠策回合比赛。 图赫尔也证实卡尔尼将在本周和球队一起训练,希望在本周末课站卡昂时,卡尔尼就能出场。 本来卡尔尼付出对曼联就非常不利了,金城姆巴佩又在地图席上休息了一场比赛,这个消息或许令曼联球迷有点绝望, 红摸像客场你转巴黎,实在太难太难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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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